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灾药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前往三环三线工区视察 并且亲自发放福袋给捷运工作人员 新北市平行天灯节将于2月11号这个星期六登场 活动当天将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要多加的留意 身坑身高里太鼓队成立至今已经十年多了 长辈快乐的打鼓不但有意健康感情是更加的融洽 新北市文化局开放市立博物馆还有公共艺术等上千笔的艺文资讯 让业者经过授权就可以使用 借此来推广新北市的文化 而今天的响面之位单元要来介绍一道凉拌料理 泰式凉拌海鲜 酸辣酸口的滋味让人十分开胃下饭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在6号的少午前往三环山县的公区视察 并且亲自发放福袋 他表示目前新北市总共有5条捷运路线正在如火如荼的兴建当中 而其中环状县第一阶段的进度已经达到了79% 预计在107年的年底完工 而另外安康县的进度则为15% 除了要齐取所有的工程都能够顺利之外 也要感谢每一位捷运工程人员的辛劳 年节过后为了体恤捷运工作人员辛劳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6号上午亲自到三环三县公区视察 并且发送福袋给每一位工作人员 他表示包括环状县、万大县、三阴县、安坑县及淡海县这5条捷运路线 都如火如荼的在兴建当中 其中环状县第一阶段的进度已达79% 希望能够在107年底如期的完工 另外安坑县的进度则为15% 其中环状县的第一阶段 我们目前的进度大概79% 那我们希望加快速度能够在明年如时如值的完工 那另外我们的淡海轻轨延伸线 目前的进度也超过50% 那大家很关心的万大中和树林县的第一阶段 目前的进度是39% 那另外我们的安坑捷运大概接近15% 除了了解工程进度的状况 市长竹立伦亲手发送福袋给在场的工作人员 他表示为了能够尽快给市民享受到便捷的交通 过年期间基层工作人员仍旧坚守岗位 相当感谢他们的付出 三环三线的一些重要工程 我们会加快速度来完成 那也非常感谢 在过年期间 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多基层的劳工 包括外籍劳工都很辛苦的 持续在进行我们这些工程 所以今天特别来感谢大家 也向大家拜年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 由于目前有5条捷运路线同时施工 部分地区进入交通黑暗期 恳请庸路人能够多加的体谅 记者杨邦友超发起新店采访报道 2017新北市平夕天灯节 将于2月16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热闹登场 预计这一次的人潮会比以往来得更多 而活动当天将从早上的9点开始 将会实施交通的管制 包括了106线到台二丙线等路段 都会有管制点 请民众务必要多加的留意 同时也要在此呼吁民众 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 前往活动的现场 2017平夕天灯节 将在这个礼拜六 2月11号热闹登场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召开记者会 宣导交通管制及接驳车的相关资讯 活动当天从上午9点开始 106线十定双溪口 到顶平路锐方工业区段 以及台二丙线基辅公路 都将实施车辆管制 从9点开始会针对106线到瑞芳 从新店到瑞芳这个路段 还有台二丙线从基隆 这个地方一直到往基隆 宜兰的方向 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在出席记者会时表示 由于今年元宵节适逢周六 预计人潮会比往年来得更多 所以请民众务必要多加配合管制措施 同时呼吁多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往 另外也指出 今年的活动除了在元宵节外 另外一场则选在中秋节举办 并且配合在地商圈社团协会的活动 让平溪地区能够维持整年度的观光热度 像最近在办的平溪到青铜 一条龙的整个平溪天丁节的 整个商圈的一个活动 以及我们天灯如何来做所做的天灯 甚至包括我们步道如来所做的步道 甚至我们除了这个几项活动以外 最主要的我们这一次为了我们的环保 希望用我们的进山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人来 来我们的整个平溪的山区 利用我们在登山旅游的过程当中 来帮助我们进山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配合天灯节活动一共将有190辆次的接驳车 会在木榨东物园瑞芳火车站 基隆火车站等地点发车 此外活动当天台铁平溪支线列车时刻 会与平时不同 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 记者杨邦有超方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 升坑的升高里活动中心 就会传来阵阵的鼓声 这是由里内的长辈主队而成的太鼓队 整齐幻翼的动作可是经过了一次次的练习 所展现出来的成果 而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还有人连棒子都拿不好 甚至还打不出声音来 不过这群队员秉持着快乐打鼓的精神 现在不但越打越健康 而且还常常受邀表演 也越来越有自信和活力 这是由升坑升高里及升高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们 组队而成的太鼓队 成立至今已经四年多 队员们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来到活动中心练习 目前是由队长李戴雄自学之后 再来教导队员们 从一开始的不熟悉 连声音都打不出来 到现在能够整齐画意 阵阵有声的敲打出鼓声 都是秉持着快乐打鼓的精神 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培养出十足的默契 刚开始的时候 都不敢打那个鼓 打不出声音 后来他们叫我要怎么打怎么打 我就打出来了 打出来以后 大家一起打就觉得很高兴 现在七十几岁了 看起来都好年轻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在合唱团里面唱歌 所以这个节奏方面很快我就进入状况 所以学习起来是很轻松愉快 里长李传正表示 当初会想要成立太鼓队 就是希望能提供长者另一种兴趣的培养 同时也让老人家在首脑兵用之下 可以越来越健康有活力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为了就是说打这个太鼓 可以让这些长辈的不容易痴呆 然后又能够锻炼身体 那在这个推广这个公益的活动之下 也有我理办公处来支付这些器材设备的费用 让他们都能够除了老人共产以外 还能够在另外一个领域去发飞 你要首脑并用自然就要 可以让身体达到更平衡 所以可以预防跌倒 第二个好处是 对你的脑部细胞的运动 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 预防失智症 第三个好处 是可以稳定你的情绪 尤其是对这个忧郁症或者躁郁症 会有平抑的作用 而升高太鼓队也经常受邀参加活动表演 说起了演出经验 大家都表示相当兴奋 因为实在没想到活到这把岁数 还能够有机会到处表演 即使有一点点小瑕疵 但只要能够尽情尽心的打鼓 相信台下的观众 就能够感受到他们所带来的活力 很兴奋啊 不会发抖 这个因为这是团队的 就算你有一点迷失 人家也看不出来 而且外行人看不出来 所以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就很好 所以打得很过瘾 他们看过我表演 好像还蛮认可 觉得我打得还不错的样子 有一个架势出来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很同意 都还蛮赞成的 说这个阿嬷好像越老越活得越有劲 跟着节拍打击 升高里太鼓队的队员 用快乐的心情自信地打着太鼓 也让人真的感受到 这群长辈认真的一面 而就像他们说的 打太鼓除了友谊健康 更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 快乐地打鼓就对了 记者杨邦友周发起 深坑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领先全国 开放了平林茶叶博物馆 英哥陶池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 还有新北市超过350件的公共艺术 等上千笔的艺文资讯 让民间业者加值运用和推广 在记者会上 林欢宇局长就表示 业者只要填写简单的授权书 就可以轻松拥有这些资源 新北市武馆议员 包括平林茶叶博物馆 英哥陶池博物馆 黄金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 淡水古迹博物馆 以及林本园园地 每年有近千万游客造访 因此文化局今年积极部署 BICAN数位导览系统 建置上千笔多元丰富的 艺文导览资讯 参观者只要将手机中的蓝牙感应打开 经过展品时 就会收到相关的展示资讯 在我们新北市的三百多件的公共艺术的作品里面 我们现在也已经全数建置完成 所以如果你路过这个我们的公共艺术的作品 那你下载合适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软件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新北市文化局22号的上午更透过了记者会 正式对外公布BICAN资讯 使用授权书完整资讯 期待新北市丰富的文化资讯 也可以让民间业者加值运用 我们今天要特别 来透过各位的推广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来取得我们的授权 然后让大家 事实上这个Open Data 不太需要授权 它只是一些基本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完全开放的 希望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来 把这个东西加值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亲近 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活动 林卉局长表示 这是国内在文化领域开放数据 大规模应用的一大进步 期待经由数据的授权开放 进一步达到文化推广的目的 记者声明 咱们齐新北市采访报导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是想念的职位单元 我们马上回来 本公司经NCC核准 已开始陆续关闭类比讯号 请稍微安装 是为机上盒的收拾户 尽快来电预约升装 预约专线2917 3939 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 现在Super MOD跨界超进化 让你影音带着走 随时轻松看 一人下载多人共享 再送看片金哦 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 快下载Super MOD随选随看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 让我们把爱传递出去 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当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够发挥强大的正能量 请支持彰化家福竹梦竹馆计划 给孩子们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 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 建筑是未来的梦想 谢谢大家 大兴电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东南亚地区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凉拌美食也就成了东南亚料理最重要的形态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泰国的李拉妈妈 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道非常有名的好吃的凉拌菜 叫做泰式凉拌海鲜 这道菜可是选用了新鲜的海鲜食材 拌入了泰式酱汁 这酸辣的滋味让人十分的开胃下饭哦 尖风和日丽 我人在碧坛桥头 今天我们跟一位泰国的李拉妈妈有约 她要为我们做出泰国的故乡新料理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起期待咯 哈喽 阿姨 李拉妈妈你怎么会从碧坛桥这边去 我要去买菜啊 因为我家住对面那边 我每天都要来这边买菜 所以我过了吊桥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买菜咯 好 那走啦 跟我走啦 这里可以吗 这里可以吗 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 来 买新玩菜 好 老板早 老板早 早 所以我们今天要买新鲜的虾子 我们要买虾子 买虾子 那要怎么挑的比较新鲜 就远球啊 远远的不要凹进去 然后这个头 对 不要掉 这样就会比较新鲜 李拉姐除了买了新鲜的虾子之外 也买了透抽跟各类的青菜 原来今天她要做的想念的滋味 就是泰式凉拌海鲜 这是今天我们李拉姐巧手所准备出来的食材 现在要怎么料理呢 等一下我们要切一切再烫 切一切再烫 要把泰式凉拌海鲜做好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配料准备齐全 你看李拉姐刀工俐落的很啊 李拉姐这道菜是在台湾学的 还是说以前在泰国的时候就常常做给家里的人吃 在台湾学做泰国菜 为什么李拉妈妈来台湾才学泰国菜 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 李拉没有看到泰国菜 他也没有去外面吃 因为语言不通嘛 所以想吃家乡菜的话 那时候要自己动手做 这时候要打电话回家问做菜的步骤吗 那个时候是都用写信的 因为我来台湾已经25年了 这样要多久的时间了 一两个礼拜 但是也要看对方那边回信 比如说他回信不要慢的话 大概一个月 一个月 对 是谁会写信给你 妈妈 爸爸写 但是可能爸爸也会问妈妈 我每次接到爸爸的信 应该都会哭很久啦 对哦 看到信边念边流眼泪 等待那个等信那个时间 真的 时间好长好长 对于李拉姐来说 做这道泰式海鲜凉拌 就是一种想念家乡的方式 而要把这道菜做成道地的泰国味 穿烫海鲜的技巧 可是非常重要的哦 水果呢我要下咯 等一下我先放一点盐巴 还不可以哦 先放一点点盐巴 嗯 为什么要放盐巴 让它那个鱿鱼比较软 嗯 放盐巴可以让这个鱿鱼比较软 下去之后要 要弄多久 大概 不要给它太老 嗯 再把海鲜的部分都完成以后 接着下来就是要把新鲜的蔬菜 切片摆盘 这么一来 凉拌海鲜的配料部分 就全都完成了哦 而接着下来就是整道料理最关键的部分 制作酱料 制作酱料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辣椒跟大蒜放进玻璃搅碎 对 我们现在香料都加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炊了吗 可以啊 你会炊吗 会 上次那个泰国的玛丽妈妈 她也是用这个 在打的时候 感觉有用力有压到的那种感觉 以前在泰国要起媳妇她 会听你的用这个东西呢 这是取媳妇的 有个这样动作就 摘不出去 哦 就是要 就很用力才加了出去 就是要很快 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 不行我怕辣 所以不可以倒太大力 不要不要太大力 OK 有了上次经验的特派员婉婷 这次可是矛起来用力敲打啦 原本以为肯定没问题的婉婷 此时却听到李拉姐说 这样子的话隔壁媛妻听到 柯妻的小姐很厉害 她也很愿意做我家事 哦 叫吗 是哦 你在干嘛 哦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听到的是不是 对 哇好厉害 这样子有没有听到 应该有听到 很好 再把辣椒跟大蒜搅碎之后 接着再加入鱼露 酱料就完成咯 可以倒进煮熟的虾子跟透抽里面 均匀搅拌 李拉妈妈的泰式海鲜凉拌 有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除了加入了新鲜的蔬菜之外 她也加入了白木耳 让整道料理的营养更上一层楼 你瞧 完成之后的泰式海鲜凉拌 看起来多么漂亮多么美味啊 耶 完成了 有人按电铃 可能我朋友来找我 你朋友今天有来哦 好 那我们去接她 哇 你们来了 来 请进 请进 是荣文姐跟郁琛姐耶 是 今天 来跟我们串门子的荣文姐跟郁琛姐 她们两位 之前也都来分享过 她们想念的家乡滋味 话不多说 赶快上菜咯 哇 好标准哦 诶来吃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帮忙做的 是我们 我们的泰式凉拌海鲜 吃吃看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辣 因为我是小辣 我是改良了 是我们泰国真的要很辣 好特别我没吃过耶 嗯 好好吃 好好吃这个 这个是我做的 越南的凉面 啊台湾都叫它米线 好 吃吃看 好好好 除了有郁琛姐所带来的越南口味凉面 越南米线之外 还有缅甸妈妈 荣文姐 他来台湾才学会的拿手好菜 台式卤猪脚 有了这两位料理高手的加持 这顿饭真的是太丰盛了 那这凡是什么 嗯 是青芒果啊 我们泰国那边也是山芒油 你们那边应该有吧 有 我们也来有 可是我没看过这个 但是酱料的话很特别 因为都是要我加那个红葱头 还有那个香茅 虾仁 辣椒 椰子糖 那要什么吃 对啊 就是用这个 直接沾上去 对 青芒果这样子 就直接 这个平常是拿来当菜吃 还是当水果吃 嗯 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菜 因为我们吃东西 我们泰国那边可能天气很热 所以喜欢吃酸酸甜甜辣辣的这样子 比较爽口 我觉得我好幸福 我不用出国 就可以吃到这些国外的美味 而且是道地的美味这样子 对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干杯啦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波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年有线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店全区逐区 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拾数位有线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针线66283399 HD99高画质套餐给你超多国内外精彩HD频道 数位录影机让你看假台录影台 现身半超优价每个月168元 年约年角直接送扫地机器人 身装专线2917 3939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即日起至3月30日 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老师师生连战 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艺术创作盛宴 为推广更多市民加入动健康的行列 至3月10日止 凡下载新北动健康APP 注册登入 并且上传至少一笔健康或饮食运动资料 都可以参加新北动健康实在有好康抽奖活动 新店文史馆即日起至4月16日为止 举办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梦想幸福 廖飞雄猴雕艺术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新店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传商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恩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异 中文字幕——YK